因为他说朱立伦手上有抓到像当时帮张善政获胜的林志坚一样的大的筹码 所以我就一直在问说这个筹码是谁 你赶快告诉我剩下七十几天筹码是谁 后来我发现原来是赵天霖 原来是赵天霖 他认为赵天霖这个事情出来之后 民进党会全党护一人 护到底就像护林志坚一样 护到最后选举由胜转摔 可是后来他们没有 我就讲战胜不复 不能用重复的方式 民进党没有像当时护林志坚一样 全党护一人 是立刻由赵天霖表态不连任 这招了 破局了 柯文哲会不会在最后一刻宣布说 我柯文哲不选了 我让侯友宜选到底 有没有可能 朱立伦那种笑容让我感觉好像有可能 所以说为什么柯文哲在跟朱立伦见完面之后 跟侯友宜同框 他说有人说朱立伦把你卖掉了 侯友宜怎么讲 他不在这吗 他不在这里吗 那种笑容的诡异让我全身发毛 对到底是什么 即使人朱立伦你快说 只有柯文哲可以参加核弹 可是看来柯文哲的引爆开关 不在朱立伦手上 在柯文哲自己手上 所以搞了半天 是柯文哲是朱立伦的核弹 还是朱立伦是柯文哲的核弹 我说我不知道 最后那个按钮 看谁的比较大顆 足球箱两个人都有 一个在朱立伦手上 一个在柯文哲的手上 看谁胆子肥仙爱 看起来柯文哲的胆子好像比较肥 因为柯文哲的做法是 我可以跟你鱼死网破 只要我的民众党变大就好 反正我本来就一无所有 但是朱立伦呢 你这次再输了 国民党不要说连裤子都没有 下半身都没了 很麻烦了 这个政党协商 到底是党跟党的协商 还是政党主席协商 这完全不一样 现在看来是政党主席在协商 基层党员没有要协商 基层党员不协商了 没有要协商 因为这个歹系托棚 托到后面 已经不知道在演什么了 我们看不懂 国民党的党员也看不懂 国民党的支持者更看不懂 深蓝的支持者 那已经抓狂了 你知道已经抓狂了 他到处打电话 像原资他们 国民党的议员的电话 你打不进去了 连我们这种 不会啊 原资六通应该还打得进去 打不进去 都满了 都满线 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都打到我这边来了 你说打不到 你帮我转达国民党的 我给他们的 我想是不是原资保电话 是不是原资保电话给他了 我说我又不是国民党 我无党籍的 你帮我转达 对 我们不要再囤论了 对 他打电话来 我今天早上在议会 突然间我们服务处说 你赶快回来 为什么 电话打爆 我说干嘛 我又犯什么错了 不是 国民党的支持者 一打对话说 拜托 国民党不要再搞什么蓝白盒了 没出息 不要生气 请问你有什么事要转达 你告诉国民党主席 我素理就说 不好意思 我们议员是无党籍的 我管他就讲就对了 你就讲了 我有一次是专门 对外议员用的手机 手机开始响了 都在讲同样一件事 我跟他说 你不要跟我抱怨 我比你还要讨厌他们 他说我不是讨厌他 我是恨铁不成钢 我们希望他那个人挺得胸膛 继续走下去 会赢会赢这样讲 我说那你主席就说 你们一个人选不赢 如果不把柯文哲拉进来选不赢 这些支持者 那个焦虑已经变成愤怒 焦虑已经变成愤怒了 那很难再去抚平 这是一股气 但是会不会化成票 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 至少民调上没有 对对 他会化成一股气 就是我讨厌朱立伦 我讨厌朱立伦这么懦弱 我讨厌朱立伦被柯文哲 吃得光光的 然后把国民党的面子都赔下去了 所以我觉得侯友宜 还蛮有 还有意气 还蛮有钢铁铁汉子的样子 可是当侯友宜跟柯文哲 一同台在宜兰 就破功了 你的铁汉呢 你的刚毅呢 你的国民党的决心呢 在那边给你推麦克风 你来你来你来 我觉得侯友宜应该要趁这股机势 比较出这个所谓朱立伦的软弱 比较出柯文哲的尖巧 要展现出你侯友宜的铁汉柔情 不要再跟柯文哲推推拉拉的 就跟你讲说 把郭靖的气魄拿出来就对了 要学郭靖 傻乎乎的 我傻乎乎的要赢 拜克风都抢过来 柯文哲讲两句话 你就给他讲二十句话 讲两百句话 就把他比下去 因为为什么 你只有往前走 不能往前退了 不跟你以前做警察一样 你有盾牌还有防弹衣 现在你只剩一个头盔 如果头盔不戴警 说句实话 那么后面怎么选下去 接下来他们政党票是最大的对手 因为他们彼此的政党票竞争性 对绿营来说 他们就是完全没有一个流动性了 这两个人是最大的对手 能不杀吗 柯文哲的做法是稳赚不赔的 因为柯文哲他趋于立委才提了几个 大概十个左右 十一个 十个左右 那国民党提了七十三个吧 应该有七十三个 还没有 对预判会 国民党说他不会缺席任何一区 会七十三个 那么国民党现在是怎么样 你知道 他现在是抓大放小 我把这十个区域我就不管了 随便你们了 对刚刚讲的 李玉玲跟赖湘林 赖世保 对不对 那就疯了 你民众党也提 国民党也提 这一定是 一定是相互冲撞的区 这个区 我们就不去碰他 让你们自己去努力 他们相信党员一定很强 也可以在里面脱颖而出 那至于那些民众党没有提名的地方 柯文哲就有琢磨的空间 柯文哲一定会跑去帮站台 为什么 站台的目的不是让国民党赢 是让我的政党票变大 对啊 就是我今天去帮叶云之站台 其实柯文哲的本就是政党票 当然当然 所以朱立文要想清楚 他真正要的 他总统怎么都公共的嘛 那政党票你会最后让他给全拿了 因为惠平你要知道 不分区出来的立委 那是有权没有声音 你不敢对党中央开炮 这不分区的立委 只有什么时候会开炮 等到剩下最后不到一年的时候 像郑立文这样就开炮了 因为下一次也没有他了 那在刚刚提名你当不分区 你绝对乖乖的 OK 你看当时乌世怀多凶啊 进了国民党不分区 没声 没声 就不让你进国防外交 就不让你进国防外交 不爽你离开 他就没声音 所以朱立文他不会怕不分区 他怕的是区域立委 所以他现在用各种方式 让区域立委得到最大的选票 等到国民党的侯友宜 如果没有选上了 这些区域立委会谢谢我 所以到时候呢 我的脸皮一厚世界无敌 你叫我下 我就不下 因为有区域立委听我 因为他说朱立文手上 有抓到像当时 帮张善政获胜的林志坚 一样的大的筹码 所以我就一直在问说 这个筹码是谁 你赶快告诉我 剩下七十几天呢 筹码是谁 后来我发现原来是赵天霖 原来是赵天霖 他认为赵天霖这个事情 出来之后 民进党会全党护一人 护到底 就像护林志坚一样 护到最后选举由胜转衰 可是后来他们没有 我就讲 战胜不复 不能用重复的方式 民进党没有像当时 护林志坚一样 全党护一人 是立刻由赵天霖表态 不连任 这招了 破局了 怎么办 那我说你手上 还有更好的核弹吗 他就说 也许会有 你别急 一定会有 所以我在等 这个核弹是什么 这核弹难道是柯文哲吗 我在想有可能 柯文哲会不会在最后一刻 宣布说我柯文哲不选了 我让侯友宜选到底 有没有可能 朱立伦那种笑容 让我感觉好像有可能 是不是侯友宜 最后会把朱立伦给 把这个柯文哲给边缘掉 所以说为什么柯文哲 在跟朱立伦见完面之后 跟侯友宜同框 他说有人说 朱立伦把你卖掉了 侯友宜怎么讲 他不在这吗 他不在这里吗 那种笑容的诡异 让我全身发毛 对到底是什么 即使朱立伦你快说 只有柯文哲可以参加核弹 可是看来柯文哲的引爆开关 不在朱立伦手上 在柯文哲自己手上 所以搞了半天 是柯文哲是朱立伦的核弹 还是朱立伦是柯文哲的核弹 我说我不知道 最后那个按钮 看谁的比较大科 足球箱两个人都有 一个在朱立伦手上 一个在柯文哲手上 看谁胆子肥仙爱 看起来柯文哲的胆子 好像比较肥 因为柯文哲的做法是 我可以跟你鱼死网破 只要我的民众党变大就好 反正我本来就一无所有 但是朱立伦呢 你这次再输了 国民党不要说连裤子都没有 下半生都没了 很麻烦了